每天的早餐都要有所變化 今天的早餐準備煎香腸 另外還有蒜香麵包 把蒜香麵包煎一下,挺好吃的 再來個清雞燈 再涼拌個海帶絲和鹹炸菜 配點稀飯,最近這兩天天天早上都要煮點稀飯 今天一直都在下雨,哪也去不了 繼續在家做飯吧 做個自然肉片 五花肉切成薄片,然後放點料酒,鹽,生抽,再加點老抽 然後把它拌一拌,把它醃一下這些肉 然後最後再加點這個明油,把肉的水分鎖住 然後再放點生粉,這樣炒出來的肉比較嫩 調好味的肉片,要蓋上保鮮膜,放到冰箱裡 最好能醃上半個小時,這樣炒出來的肉片才比較入味 趁這個工夫,把其他的食材都加工好 今天還準備炒一個黃瓜炒雞蛋 還想再做一個蒜香茄子 把細菁的茄子,把它加工成這種粗條 然後再炒,然後再去上鍋蒸 大概蒸個八九分鐘,把它蒸熟了 然後蒸茄子的功夫,然後把另外一個菜加工一下 準備再做一個手撕包菜 現在,英國的這個包菜功夫還不錯 茄子蒸好以後,把裡面的那個湯汁倒出來 這個湯汁不能倒掉,等會兒還得開上用炒 然後這個工夫開始燒水 準備把那個包菜給它燙一下 其實,炒手是包菜吧,不用燙是很好的 就是這麼乾炒,炒出來的味道比較好 但是呢,它就是有點苦味道 但是不知道這些孩子願不願意吃 所以又想用開水把它焯一下 去一點苦味 焯好的這個包菜2-10分 食材加工好一部分之後 現在開始準備桃米 準備把飯先做上 這是我在英國買的東北大米 其實這個東北大米啊 它的產地是意大利的 意大利人知道中國人愛吃東北大米 所以他們就偷換概念 把這個米呢,取名叫東北大米 很多中國人都以為這是從中國進口過來的東北大米 好在這個米還真不錯 我感覺它那個口感比我們平時吃的最多的太過香米 口感還要好 淘好的米我喜歡裡面放加幾滴油 然後把它再浸泡一段時間 好現在開始繼續加工那些軟材料 一些佐料 把這個大蒜切成碎粒 待會兒要做那個蒜香茄子 然後呢,再把爆幾個土豆 把土豆切成片 準備和那個自然肉片炒在一起 土豆片太大了 改刀切成跟肉片差不多大小 切好的土豆片 切好的土豆片 用清水把澱粉給它沖洗一下 否則這個土豆片呢,炒出來就發綿 沖洗過的土豆片呢,它是脆的炒出來 然後把剛才蒸茄子的那個湯汁 裡面加點糖、鹽、醋 再放一點生抽 把味道調好 待會兒炒蒜香茄子的時候 就省掉好多工序 然後再放點老抽 加點生粉 這個時候把醃好的肉片從冰箱裡拿出來 再給它攪拌一下 這個米也泡好了 開始煮飯 熱鍋涼油 這個油多放一點 把剛才醃好的肉片 倒進去滑炒一下 這個炒的肉片時間不能長 油溫要高 油溫要高 很快就把水分鎖住 讓炒出的肉片比較嫩 這肉片顏色一變斷生就可以了 因為等一會配菜的時候 還需要再炒一下 把肉盛出來 把油控干 然後鍋裡重新上油 然後鍋裡重新上油 把這個花椒 還有乾辣椒 把它炒香 用小火炒香 炒出香味之後 把花椒粒除掉 然後倒入炒過水的包菜 再重新加入乾辣椒 然後大火快速翻炒 炒過水的包菜 雖然最後炒出來口感會差一點 但是它除掉了包菜的一些苦味 然後裡面放入一些鹽跟肉香醋 再加一點雞精 再放入一點糖提鮮 最後放入一些炒好的肉片 然後快速翻炒一下 最後起鍋之前 再倒入一點生抽 翻炒幾下 就可以裝盤了 鍋燒熱 倒入油 然後把 抽過水的頭豆片 加入 然後快速炒一下 然後把剛才滑好的 肉片加進去 加點鹽 然後多放點自然粉 因為是自然肉片 自然粉要多放一些 炒兩下 就可以出鍋了 好,現在開始做蒜香茄子 把蒜末先放到炒香 但是不能炒糊了 然後把蒸好的茄子倒進去 其實茄子已經蒸熟了 所以這個菜是很快 把蒜香茄子就好 要把蒜香茄子當然蒸熟了 翻炒夹就行,一入味就可以盛出来了 倒下来,如果黄瓜炒鸡蛋,先把鸡蛋炒出来 鸡蛋炒得稍微要老一点,鸡蛋的香味就出来了 把鸡蛋先盛出来,下面开始炒黄瓜 这个黄瓜片比较薄,炒黄瓜的时候千万不能把它炒老 不要大火快速翻炒,这样才能保留黄瓜的那种清香味 这样吃起来也比较爽口 撒上盐,倒入炒好的鸡蛋,稍微淋一点生抽 翻几下就行了 然后切锅之前,还可以加点糖,提点鲜 好,现在开饭了 接下来,闭嘴看着,盐好多啊 你镜头可待点,你这里,你不如看 escaig 不会叫醒那么师傅看 你们现在在做饭 我就一直在玩overcruc 嗯 你别放了,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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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太多了 骨头太爽了 骨頭就成熟了 骨头就可以在骨头上做骨头下来 骨头上去骨头上去骨头上去骨头方向